桃園市捷运绿线地下段工程从去年3月起 于桃園中正路上进行G10至G12站连续壁工程 而随着工程进度的进行 施工范围也即将调整 对此桃園市政府捷运工程局也特别说明施工进度 以及威力变动的范围 我们捷运施工连续壁工程在去年3月 3月中旬开始施作以后了 在我们桃園往湖族方向东侧的部分 已经进入尾声完成了 预定在今年1月25号 我们会逐步将连续壁的施工 移往我们的桃園往卢族西侧的方向 那这部分整个我们绝运施工 在移往西侧以后 整个道路的宽度还是一样 南北双向是两车道的一个通行 那整个公车站牌也不会移色 为在桃園中正路上的捷运绿线G10 G11 G12等站的连续壁工程已经告一段落 而桃園市捷工局为了进行下一个阶段施工 因此从1月25号起 工区为例也将陆续移至中正路西侧 并呼吁民众提前改到 要降低塞车的发生率 进入到桃園区的部分 我们希望改走那个磁文路 还有金国路 南平路 庄静路 那如果从往来桃園 路族的部分 这车流 我们可以改走整个 我们永安路了 还有我们复国路 穿越高速公路以后 复国一路 复国二路 那可以直接到整个南清路 就到我们南坎地区了 可能有一些车流的速度要放慢 那我们有一些排面的部分 禁止左转 或是禁止回转的部分 要请市民乡亲 大家注意 捷运绿线施工期间 桃園中正路部分路口 将禁止回转与左转 对此桃園市政府捷工局 也将于路口设置交通告示牌 要请民众注意交通资讯 另外车辆在行经公区时 也请民众放慢速度行事 并多加留意 记者往中心谈不得